最大的感受是 OK 好 首先我要謝謝大家今天的到來 然後謝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來到這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這個歌台文化 其實我在台灣 我今天是以一個這個海外藝人 以一個這個海外藝人的角度來看這個 新加坡的歌台文化 然後因為我自己的參與的當中 所以我是13歲就在台灣的歌台長大的 那來到這邊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 這邊的歌台文化跟台灣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OK 台灣的歌台文化是屬於 它們是屬於附屬的 比較沒有這麼主要的 就是可能說 看一下要熱鬧一下這樣子而已 不是說像新加坡可能是以傳統的大戲 而延伸到現在的歌台文化 那台灣的只是說可能表演方面 就是比較性感一點 比較暴露一點點 所以比較注重在這個節目的那個感性的那個感覺 那這邊的是比較提倡 主要提倡歌台的文化 就是有這個歌台 捧著這個歌台 就是把它 當時它是主要的 不是附屬的 所以我就覺得 哇 其實 就是有一個國家 可以竟然把這個歌台 能看得這麼氣重 這麼好 我覺得是很棒 所以其實說它的舞台 包括對 歌台幾乎都是沒有樂隊的 都是卡OK的 可是它們是在什麼情況底下的 台灣那些歌台 比如說是 幾乎都是 半桌在吃東西的 所以比較沒有這麼注重說在聽你唱歌 我們以前也是講的 感覺上 會幫你解釋 是不是這樣子 他直接搶你的麥克風 就會 欸 你等一下 這是什麼 所以現在這種情況也沒受重視了 其實 台灣比較不會被重視 所以他們是不可能跟我們搶一登記 這個就對了 應該是 因為台灣的 所以主要 它會看歌台 它都是在吃東西 你要吸引它的話就是 第一個 你很會唱歌 第二個 你就是 像台灣現在很多的模仿秀 像反串秀 或者是拖心 人家才會注意 其他一般的歌星 就不會注意 人家出去吃東西 但是你覺得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差別 就是 為什麼它在台灣 沒有辦法 凝聚成一個 好像民間大家 共同 說很熱情的 一個小模仿 反而在新加坡可以 因為台灣實在是太多的 一年到來都有 因為 神明的生日 結婚 什麼的 全部都是在做歌台的 而且台灣的電視節目 可能比較精彩 台灣的電視節目 比較精彩 OK 因為他們的電視台 很多很多 其實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不是故意在 不是電視台 因為我們電視台 不可以有放演節目的表演 不可以有一些 這樣的一個演出 然後還有很多限制 可是台灣它有限 無限一堆 什麼節目都有 所以你有競爭 所以像歌台來講 他在表演的時候 就是選舉秀 然後價碼也比較高 然後就是 不管你怎麼樣 就去唱 前面唱完之後 最後那個主角才會上來 然後大家就一直 站在一起那邊 動算動算動算 然後動算完 就臨錢就走了 所以我們當然發現 我來的時候 真的覺得 你一部我們會不會有這個 往這個去世發展 屬於那種 台灣表演的一種形式 就是把刺激很多新的東西 對 其實我是用那種 可以算是我從台灣做的形式 秀的形式 把它帶來新加坡 對 大家反應都不錯了 還OK 所以以後你還會反串嗎 如果大家要看的話 我還是會反串 只會不會去警察局喝茶的 沒有 沒有 申請準證就OK 會申請準證 有些孩子有申請到 但是 目前是 沒有啦 目前我停期一段時間 就來看我的 來看我的演唱會吧 就沒有了 我打廣告一下 他的演唱會明年一月 OK 所以你看